香港意外 尤其是如果要講地方的話 這些地方越熱越好 不會去到北美加拿大 通常如果外國的話 香港意外又要熱一點 應該是向南邊 香港一直南下去尺度的位置 這些通常是熱一點 香港我們是在亞熱大地區 北緯度是23.5度 如果一直向著環境有些國家去尺度 因為它說明是要熱一點的 很久沒做過這個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首先當然我 也不要說之前那幾段片 前市不聞後市之事 因為我在這裡搞移居 很忙 都沒什麼心情在這裡每日講解勝仗 但是現在都開始倒閉 生活都開始正常化 還有行業的東西 特別是Patreon 都慢慢開始適應 上軌道 有多些空閒會去做一些YouTube的影片 先由這個星盤分析小事牛到 如果之後有時間 即管看看能否出到星座運勢 還是可能都會放在Patreon 因為都要對會員公平一點 但無論如何 先去分析一下星盤 就是木土六分 平時如果天上 即是我經常都說 transit 天上真實的行星 出現這個六分上 Sextile 我都未必會去研討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次要 比較miner的上圍 當然在我們傳統上圍 托勒物上圍 我們有五大主要上圍 但是主要 在這五大主要裡面 我們都可以再細分 這個Sextile 六分上就比較次要 說真的 都要看牽涉了什麼行星 都要看太快 例如月亮 就真的浪費氣 而如果最近 是加入了我Patreon 的會員朋友們 都看過我最近 出了三篇 專門說月合相的專題 其實在那三篇裡面 就會看到 行星快到最快就是月亮 那月亮出現的 上圍帶來的能量 如果你要把握的話 其實都是稍重即逝的 所以我正在證明這個點 就是如果很快的行星 的話 其實它就很浪費氣 所以比起 而如果月亮合相 合相是一個很好 很重要的 而因為月亮合相的黃金時間 都是稍重即逝 何況如果是月亮的六分相 你明白嗎 即是月亮又是一個快行星 然後六分相 還是一個很小的 那 它中間出現的能量期 會更加短 所以 我想去證明一個點 就是平日六分相 我都不會特別說 除非牽涉了一些大星 例如我們這次牽涉這兩個 真的是大大大星 木土相星 木土相星在古典占星學裡 就是日月以外最大的兩顆星 以及最慢的兩顆星 當然不說現代 因為現代占星學 我們還有三黃星 天海命三黃星 那當然他們的軌跡 就會是更加 即是動得更加慢的 是吧 下校都可能一百多年 才完成一個星期 但是 木土就不是的 分別是十二年一個星期 以及二十八到三十年一個星期 你當 你當是二十九年 拿一個中間數 那 但是 我想 表明 啊 原來木土是這麼重要的 何況 何況 原來 這次這個木土六分相 是自 2020年 冬至 以來 那時候 冬至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是木土合相 在水瓶座領導 但是 就是自那次 2020年 冬至以來 第一次出現上圍 木土 再次 第一次出現上圍 所以 即使這次 六分相 是很 minor 但是 它也是 木土 自2020年 冬至以來 第一次出現上圍 時間 兩年幾三年 是吧 所以這下 你說是多重要呢 那 如果大家想去探究 更加深入的朋友 你可能會好奇 什麼 就是 2020年 冬至以來 水瓶座領導 木土合相 之後 木土就再沒有出現上圍了嗎 那我們 剛剛 這個木八陽時期 2022到2023 但是 那個precise 月份 我不特別去講了 但是這個木八陽時期 那 土星都在水瓶 那 水瓶和八陽 不是 六分的嗎 Sextile 他們差 就是 Doremi 那 他們 中間夾著一個公位 Doremi 那 中間不是 六分 那 其實 在整工制下 Hole House System下 木土的確 是構成一個 六分的公位配置 但是實際上 其實 如果你看看 那些度數 即使是 這個木八陽 土水瓶的時期 土星已經是 遠遠超前 它已經是 一些很厚的度數 然後 拋下木星 就是一些比較前的度數 是一些很BB的位置 那 土星就已經是 很老人家的 水瓶的位置 所以其實他們 兩星之間 就不夠緊密 那個60度 不夠close 可能他們的中間 實際上不是欠了60度 而是欠了 50度 40度 甚至30度 所以就遠遠不可以 說他們是 達到這個六分相 好 所以 這次我們去研究這個 木土六分相 給一些背景的細節 是在本年的 6月19日 下午3點 52分 全部都是用格林威治時間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你自己加分8個小時 就出現木土六分 木星是在金牛座的7度12分 和土星是在雙魚座的7度12分 他們兩個剛剛好欠了60度 我們是必須隆重歧視的 在考慮一男子的因素下 一個占星家 就可以作出一些 準確的判斷和預言 在什麼的一男子因素呢 首先 木星 土星 六分相 和發生在7度 然後我們要去考慮 金牛座 雙魚座 和這兩個座分別的主星 即是金星和木星 和歧視所在的位置 即是在6月19日 下午3點52分 隔離威治時間 原來金星和木星 分別就是位於 施施座的12度 和當然就是 剛剛說了 木星就是在 金牛座的7度12分 OK 我們也可以計算 金牛和雙魚分別就是水平的 4公和2公 好 接下來會有什麼 預言 有什麼啟示 給大家呢 詳情 是可以去Patreon 上面去 閱讀的 但是這裡我留一個 尾巴 還是引字 不知道 來一個很快的 sum up 給大家 原來 接下來全世界的 藝術品市場 或者不可以藝術品 不要說到市場 總之是藝術圈 還有 貴價金屬的交易市場 還有 還有 那些 叫做什麼 電子 是不是電子 contract 合約 類似 類似 電子合約 好像叫做 原來 接下來 他們會有一些 天翻地覆 很大的 革新 但是 往好的方便 進發 這些東西 會令人類的 日常運作更加便利 特別是在這些 貴價金屬 和藝術品市場 就會越來越多 電子contract 是大行其道 而 令到我們 是不需要 進行 面對面 實物的買賣 即使是藝術品 就算我當 可能那些 蘇富比 拍賣 都會拿藝術品 在你面前 但是 接下來 都可能 連那些都沒有 不用找一個 成交官在這裏 可能這些 通通 就是在 虛擬世界 和網上過測去進行 就算我當你買了藝術品之後 你都未必真的 會將它 得到手 可能 你只是 你只是在買 一個 但你不是真的 買了那個 物件回來 Anyways 詳情 會放在Patreon 上面 去分析 蛤 糟了 最後才肺炎 忘記去 給這幅圖 大家看 嗯 搞到我 這麼辛苦 弄了手指 如果大家 對占星和我不熟悉的朋友們 可以看到 黃手指指著 土星 在雙魚座 7到12分的 symbol OK 然後 白手指 就是金牛座 木星 都是7到12分的 那個 symbol 還有中間那條線 大家以後 如果在星判裡 看到這種距離的線 大概這個長度的線 就是一個六分上 就是兩星之間 差了60度 因為一個星座有30度 剛剛好兩個星座 就是60度 還有那個黑手指 就是我在說 當木土六分上發生的時候 金牛座的主星 金星 是在 獅子座的12度 就是看黑手指的位置 至於 水平座 水平座 就是在 踏10的位置 就是那兩條 電波線 那兩條 心電圖的線 所以 如果你由水平 數到雙魚的話 水平是第一公 那雙魚是否第二公 我們是 逆時深地數 就是由踏10 數回到踏9 那雙魚座 就位於水平座的第二公 水平一 雙魚二 然後 白羊是三 金牛就是四 所以 剛剛說了 我們數工位 是這樣數的 簽升學旅頭 我們去數工位 其實就是逆時深方向進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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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